165的尾速相對是比較快 它是帶小力寶這種很多大直線的煞車喔 它的前叉的支撐性其實沒有1355來的好 哈囉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力寶 小力寶賽道 然後我們今天來試的就是光陽的RTS 跟RTSR 兩個版本的一個新的機種 那RTS它有135跟125 那125的部分就是過去的Racing S的一個進化版 那它的動力啊 跟扭力啊 都有所提升 那我們最重要 我們今天在小力寶會 等一下會試到就是RTS135跟RTS165 那它們的動力的話 135的部分的話 最大13.9 那它有搭擺了一個ISG的一個智慧動腦 就有點類似我們那個B8R 它是用那個啟動馬達控制 讓整個動力再提升 那它的提升幅度是0.3P 是有14.2P 那電瓶的部分目前還是搭載著一般的千酸的電瓶啊 所以它在動能的監控上 會做得更加的精準 它有辦法透過油門轉速ECU去控制這個動力的提升的部分 那它的部分的話就是會幫助曲軸轉動啊 提升動力之外它的油門會更順暢 後啊 RTS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它今天半個賽道 就是它的傾角最大傾角45.6度喔 那0到100公尺的加速是7.8秒 那阿伯最好奇的就是RTS啊 之後的統規賽的一輛設定 它是水冷165CC喔 那最大的東西是16.5P喔 那0到100公尺的7.8 那今天的話會騎到RTSR165跟RTS35 那是非常的期待 那早上還下大雨喔 現在的地板都已經全乾了有沒有 所以等一下可以好好來試一下 拿北京的車子帶雨喔 許久不見的連身皮膩喔 這邊是六位車手 我會先進行表演 再見 記得按一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文测试 我们现在试完了这个RTS跟RTSR 不知道是不是是135跟165cc 基本上它的那个低速弯道的加速出汗 我觉得它力道其实差得太多 但是165cc很明显它的那个延伸好很多 那它的ISC的那个动能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种大赛道上可能感觉不到 它载道的速度比较高 然后那个转速跟油分开启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因为ISC它跟那个环境在那个改方其实是一样 它需要电力的辅助 所以在这样的大赛道上 基本上还是靠引擎的出力比较多 165的尾速相对也是比较快 但是在那个小力宝这种很多大直线的刹车喔 它的前叉的支撑性其实没有135来的好 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动力比较大 它的加速后的拖的一个末速比较高 所以它减速的时候支撑力会比较差 有些这种油分开再开久一点再进弯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刹车一捏前煞的话 你会觉得它前面会有点浮 所以到后面的话我是前煞跟后煞会一起捏 然后进弯的时候再放 刹车放掉 然后就透过后煞去调整一下角度 因为它还是原厂胎喔 所以我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它的傾角喔 它原本是说有45.6吧 45.6的傾角 可是我觉得它在中柱的部分喔 还是会容易磨到 但是我觉得它这样的动力跟这样的傾角 在山路上基本上应该算是还蛮好玩的一个设定喔 那接下来就是看它的市场的回馈怎么样 跟耐用度怎么样 那它的仪表的辨识度我觉得高很漂亮 虽然我骑的时候都没有时间看仪表 因为看路比较多啦 因为真的还蛮好玩的在力宝上 那今天就到这里 想看阿伯在试什么摩托车 挡车也好什么都好 我们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来玩 拜拜 下次见 感谢光阳 见午得 Bak GB i Bak Bak